歡迎回來世新新聞現場 新聞介紹要帶觀眾朋友來看 十五登山怪節美名的月子家李小姐 雖然已經將近六十歲了 但是在今年四月份期間 他就要再度出發 他就帶著媽祖來拍攝到 民歷世界第四高峰的落子峰 在出發之前李小姐硬要在拍出的美食館 來電視他進行拍攝三個世界高峰的商品 也希望他可以讓更多人體會到這世界高峰 相當美麗的景象 只有十四座八千米以上 所定前面十個先爬完 後面再爬後面的十座 總共有十四座八千米以上 成功被媽祖怎麼給他爬完呢 因為這個經驗都會長得大 所以很多企業家給我很多的贊助 那在這之間 你最難忘的是有哪些事嗎 最難忘 就比如說我爬台灣人家阿瑪刀不了峰 結果我去爬發現阿公也刀不了 那個就是阿瑪刀不了峰 差6800多而已 但是有一個華國醫生 因為我是用雙溝法 為了保險用雙溝 溝在冰壁上面 那速度就變得比較慢 那外國人都用單溝的環節 單溝的安全工 只要腳一踩步 或者碰到噴射氣流 就會發生危險 所以說很明顯 那個基瑪瑞那個醫生 2008年就在我前面 在6300多的地方就回下去了 就當場就死掉了 那給我印象很大的一個震撼 我就說人就是因為經過生死的邊緣 和跟死神擦身而過 你更能夠珍惜 更覺得生命的可惡 你可不可以珍惜這個生命 我覺得你唯一跟死神 時時接近的話 你就發現生命真的是很可貴 那生命也很脆弱 四位置間中在島派到媽祖講庭 你稍然住住不住國人圓圓的祝福 現今剛二次 衛生局副局長在香港 甚至提前來提供 就是為了要背依舊落紫風 另外包括有政委、政筆、董事長過代宮 以及他們夾帶頂企業 都給他經費上的支持 還有附近名的朋友都是他的走列 這星期新聞 祝你來行 柏主席 蔡孔播等 謝謝大家